我帶了兩個香港現在7 剛上的新口味 深井燒兒妹 燒兒妹 燒兒味 燒兒味 就是餛飩湯 很酷啊 餛飩湯口味的薯片耶 它有一點我們剛剛說 前一支拍那種味道 你說下體的味道嗎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阿菜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 哪裡 大家好我是阿菜 歡迎來到阿菜的頻道 妳知錯亂了 我沒有 老闆太多錯亂了 好啦 反正現在在我身邊的就是 Maki 耶 你從哪裡來的 我從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這是我的小小的 秘密 算秘密嗎 不算 不算 喔對 我是阿菜幕後的小助手 他是我的經紀 偉大的經紀人 耶 我從香港回來嘛 對 因為我一半的時間住在香港 一半住在台灣 所以呢我帶了兩個 香港現在7 剛上的新口味 酷 酷 然後我看了我就很想吐 哈哈哈 不是阿 有什麼口味你自己拿這個給大家看 來這個 深井燒兒媚 燒兒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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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井燒兒的洋芋片 可是我覺得很酷耶 老實說我是會覺得很酷的 而且為什麼下面要打日文 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就是這樣子會比較裝逼吧 對 比較多人買 然後呢再來 另外一個 你們自己看是什麼 這個是 混沌 就是混沌湯 很酷啊 混沌湯口味的薯片耶 很酷耶 其實 你是很不能接受這兩樣東西嗎 我個人分開我是喜歡這兩樣食物的 只是它們變成薯片 就感覺 有點奇怪耶 欸你有吃過台灣那個嗎 蚵仔煎 蚵仔煎有啊 好吃啊 可是蚵仔煎不是蚵仔煎的味道 就 我也不知道它整個味道 不是好吃 就是故意要來買給你吃 我自己也沒吃過啦 欸這好可愛 這包裝其實很可愛耶 這個什麼意思啊 他說 不是香港人 是修鵝是 為一筆 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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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筆 就是喔 大家香港人吃燒鵝的時候呢 都會喜歡吃那個雞 那個腿 鵝腿 都會要求腿 對 然後呢 因為相信 左邊的腿 比右邊的腿更可口 那至於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街坊啊 最重要的說法是 左邊的腿 動比較多 所以肉質會比較多質 喔 所以它是偏左邊 哈哈哈哈 有些人偏 又有些人偏左吧 它那個耳朵可能就偏左邊 它左邊就比較多質好嗎 OK 那你這個 我那邊看那邊寫什麼 雲吞麵就叫做 細容 嗯 它叫細容 然後這個是來自於 長恨歌之中的一個詩句 喔 芙蓉如麵 柳如梅 所以呢 有文人見面在水中 飄散如美女 而麵亦與 麵的同音 然後就藉由芙蓉比喻麵 她請問她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 她在說什麼 這什麼超級魯蛇才會講的話 我也不知道 就是麵在水面 啊好像美女喔 沒有啊魯蛇是拿誰都像美女 也是 不管哪個 啊髮帶好像美女喔 髮絲好像美女喔 對什麼都好像美女 那我們要吃芝麻 好來 一起來開 好 但是 欸你們開都會怎麼吃 我開你們會這樣開 我開你們會這樣開 可以的話就這樣開 我去拿剪刀喔 好 好 好我們現在要先吃燒鵝口味 欸 欸怎樣 有東山丫頭的味道 哈哈 好喔那我們要吃囉 好 她長長那個樣子 喔 我喝了 嗯嗯嗯嗯嗯 其實不錯啊 真的蠻好吃的 有燒鵝的那種油味 你說好 我吃個臉 我沒吃過燒鵝 我沒吃燒鵝 我沒吃燒鵝 好像吧 可是我其實吃過 港式燒辣 嗯 有一種好重的燒鵝味喔 對它味道其實還蠻重的 我是自己覺得像東山丫頭的味道 就那種被油煸過的那種味道 對然後它是燒鵝味 而且是 你不喜歡我 等一下 夢魚師主來了 哈哈哈哈 它有一種 你越嚼它之後 就越有那種就是 鵝腿的肉汁味 嗯 是有肉味的 噢 好你不喜歡 嗯 其實我本身就沒有很喜歡養鵝片 噢 對 那我們要開始 那我還逼你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 真的嗎 還是你很好養 有一些是 但是我其實很挑食啊 真的假的啊 我完全不挑食欸 我想要公公看 不過這也是一半空氣的辦法 哈哈哈哈 我是聞不到 那我要先吃囉 好 它還是長這樣 嗯 找不到 這個我不行 哈哈哈哈 有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食農欸 看你看我 我上次去菲律賓吃到一種洋芋片 有臭臭鼻喔 對 它有一點我們剛剛說 前一隻拍的那種味道 你說下體的味道嗎 就反正有點臭臭 有點干貝味 噢有一點有一點干貝味 不知道是為什麼欸 有餛飩的味道嗎 沒有 它真的有燒鵝味 對 然後它真的有肉味 然後它就是 餛飩的洋芋片好難形容喔 不喜歡 哈哈哈哈 好 那就是 燒鵝可以 餛飩味有一種 干貝味 我是個人吃起來有一種那種 豬肉的 豬肉嗎 臭鼻 我想再吃一瓶 豬肉的臭鼻 就是 有一些這種會有臭鼻的餅乾 或者是零食 會讓你越吃越刷水 你知道像那種 蝦味鮮嗎 魷魚絲啊 喔魷魚絲很臭啊 很臭 可是它又很好吃 可是你蝦有刷水的意思嗎 沒有 我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們的開箱好弱 我們開箱這樣算弱嗎 就是正常開 正常開是這樣嗎 我以為開箱都要這種很華麗的 不知道怎樣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很少開箱 喔真的喔 你以為開箱要多華麗 不然我們就做華麗一點 這個特別要發光 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反而會選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味道太重 就是你會感覺你在啃那個 左腿 可是那就是 鵝腿 這就是它啊 它就是它存在的意義 就是感覺 感覺沒有錢買鵝腿 然後只要買一包洋芋片 然後吃起來就這樣 嗯好像鵝腿喔 對然後一般還是空氣 你很在意一半是空氣這件事情是不是 對 請問為什麼一半都要是空氣呢 好像是要保護它啦 就是要讓它變化 但是打開來心情還是會有影響 想說打開來真的滿出來的那種 我真的以前沒那麼多空氣啊 好啦 那我們基本上 這個小小的開箱就坐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香港玩的話呢 可以去買這個 我好怕我去香港會不會抓走 不會啦不會啦 真的嗎 就是大家都努力著 真的 當天我也在現場 好不好 你好棒喔 對啊我當天在現場啊 這個東西我直播已經做過 說過了 所以我們就用直播那邊來那個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去香港玩的話呢 他們Seven跟我們Seven其實很不同 那我相信有些人拍過 但是 因為他們大 他們去旅遊的時候拍的 但他們不坐在那邊 那我坐在那邊 所以他們會一直換東西 就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你們可以買這兩個 莫名其妙的養育片 很酷欸 我會被就是卡勒比抓走 哈哈哈哈 你們就是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裡面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飲料 跟台灣不一樣 嗯 然後還有其他零食 我沒有買回來而已 下次有機會 螺體欸 哈哈哈哈 你幹嘛說人家螺體啦 他又偏左邊又偏螺體 我會不會被罵 應該不會啦 好啦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是你有吃過這個口味 有什麼感覺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喜歡我們的話可以按讚 記得 要訂閱 追蹤你的那個 Facebook跟Instagram 然後還有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啦 對 畢竟我們是活在一個 非常民主自由的攝帶裡面 真的很棒 大家如果喜歡Marki的話 你趕快要好好支持他好不好 你可以來Follow我 然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以前吃過什麼最噁心的 覺得味道最特別的洋芋片 這個味道真的很重 台灣很喜歡 出很多種口味的洋芋片 然後都是 賣得不太好 過天就會消失 真的假的 對啊 好吧 好大家為什麼都喜歡拿洋芋片開刀 我也不知道欸 好 大家掰掰 掰掰 走吧 還有一個